比赛开始了 你现在收看到的是 由通讯体育为您带来的 2021赛季中超联赛 第三轮天津金门虎 对阵河北队的比赛 北深拿双人包夹 搓起来到中部先停 第二下没有调整好 摆一下春林要传了 起球 到后点 刚到头球摆一下 示意对方的进去里面有唯利 但是黄继没有任何的表示 因为在中超的赛场呢 破密防守就得看空间 你能不能拉开 好球到这里面 过门将 但是第二下没踩回来 非常的可惜 25号撂尾 看看定位球 还有个战术 战术外围 直接打门被封堵 马尔康自己直接打门 这下没有选择让塞尔纳斯来处理 自己直接射了 传起来到中路 双拳打出去 持文一 但是没有打远 想倒多打门 这下来自于40扫卡达尔 而且正好 给了他一个很充足的调整时间 是的 看看金门湖的防线啊 能不能顶得住 起球了 后点 马尔康 后点 投球 打过来 起脚 打门 冲进了 尹鸿红博 二点 比赛40分钟 合部队凭借尹红博 本赛季的第二个进球 1-0 暂时领先天津金门湖 那这个球 关键还是要称赞马尔康的支点作用 他这个 你看一个二点球 就这么有威胁的进球了 他要是周边安排三四个人的话 强烈二点 他确实威胁太大 这个马尔康 破密防守的时候 这个马尔康的威胁太大 利用好两边传中 利用好马尔康的高度 在这个球里面 他的理念体现的淋漓尽致 五打二 五防二 还是让马尔康整起来之后 而且这个球 尹鸿红博右脚 不带球停 一脚扫射 球打得不雕 但是速度很快 导致唐尚昆的来不及下地了 这个球尹鸿红博打得也确实非常好 球速很快 可能要打一个变化 抬起来到中路前点的位置 谢维俊也得回来 因为全队最高的就是他 一米九被断下来 每米守维奇 宝利尿 宝利尿 宝利尿先传 一个假的 左脚远脚 第一下 没有打中球门范围 这第一下咳得很冷静 是 再来看 这个逼真的假动作 直接晃倒了卡达尔 这脚球只要放到门框里 基本上就有 这个传球 出现失误 这个看看 左边 给过来 右边封了 这球给到 看看有 马尔康在封田 45度 起脚直接打门了 喧向远端 非常有想法的一脚攻 是的 好球 渗透 这个球过来 又看看 上来了 但这一下 美米守维奇 精彩的倒地产抢 这球防得漂亮 这个球 美米守维奇 确实防守很到位 而且 这个下铲 确实是非常关键 当然从政这个直塞球 这是他的特点 找空档 而且伊洛基本身速度也很快 就差一步 边路一个三打四 但这个位置站得有点重叠了 伊洛基也没挺好 他速度真的快 但脚下也 优势丢手 前场 打门 来自于巴顿 再没有局部人员优势的话 这就太难了 最近段时间 双方球员的火气有点大 所以裁判员必须得控制一下 没看懂 天津队的教练组 教练组的 也被掏牌了 助理教练 应该被红牌 发出场外 当然这下 还在和第四官员抗议 但是参考员已经做出了 自己的决定 要被罚出去了 轻功有力 这个範图也没有吹 看出来了 我们看看 这个防守很干净 没迷手维棋 连续两次刹 这个球应该是 直接 马尔美滑下了 这个球应该确实是一个 第一个残抢是很干净的 这个球是 这个球后续得禁赛 这属于是严重的一个犯规 这个球 这个球很漂亮 对 紧接着 那你第二下 我们看是不是朝球去的 这个球要禁赛 双脚 这是一个双脚的飞起的一个 不好不好 对对对 双脚的飞起这个一个 踩踏的这么一个 这个就是从政上头了 要批评一下 对 你不是小将了 你今年也24岁了 对 这是一个双飞的动作 确实是 现在就更加被动了 从政不应该 这个 拼劲确实是好的 但是 确实这个动作 确实不应该 斜钉印子啊 三四道 是比较艰难 但是呢 他们防线 首先要先稳住 再给前点头球 又是马尔康 面对李松毅 这个球发的呢 球速很快 对 这个质量非常高 对 顶起来难度是够大的 可以 马尔康也回来了 比赛结束了 天津金门虎 最终0比1 赋予了河北队 河北队 暂时上到了 积分榜的前三名 因为上海 得比还没有打 被球队送上助攻的是 10号马尔康 帮助 尹洪博完成了 本赛季的第二次进球 引致破了河堤的 都有 谢谢观看